有老伴的老伴你就得独自到底 你都得管到底 我能娶你我就能养不起 你有多大能耐 你使多大劲 就是至于说那个不够的 自己孩子孝顺自己爹妈 那不是应该的吗 不是那回事 我这人就是要脸 我以为打死我不能让他磕了 做爱朋友吧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尽管大的钱都对人家是一见钟情 二见直接迫不及待掏出户口本 但是三见人家条件不好 直接就翻脸不干 直接就快刀拒绝相接 要说能够不被爱情冲昏头脑 爸也是绝对精明啊 第一次拉的是海螺 想爬啊 爬就想 拿这个东西 那时候才多钱呢 七八千一 我劈啪回了一块五 你算吧 一斤挣五毛 太多了 我算不来 一斤五毛 十斤五块 一百斤五十块 一千斤五百吧 一吨是不是一千块钱 拉两吨就两千 你这一个干个齐放 把它就差不多了 上班才四十四 那时候下来的话也就是慢慢的吧 那时候就那对啊 钱也涨够了 差不多了 我就不干了 为啥不干了 就觉得我养老了 不养也干了 太累 那时候俩还是三多少钱呢 三十十万吧 四五十万吧 那一时候四五十万呢 就是 那天价了 一半就挣不着 那钱都够了 吃利息都够 天风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几十年前大爷就靠着自个的努力 一天赚的钱 都顶人家满打满算一个月 属实算是为大人物了啊 先前咱还觉得大爷的胡子有点出戏 现在还真是越贪越喜欢啊 没钱叫做做 有钱就是有品味啊 我钱我已经花过花净了 一分都没有了 我把手底借了 啥都卖了 花了七十多万呢 以前一般人家都拿不出来 七十多万 那不是七万 我的家底全让他掏空了 认了 不和我 他要好好的 我把这房子都卖了 应该要盘也得给他吃 他是正义初二走的 那天我都想商量了 然后他吊了 待会儿家看着他 他临走的时候 把他手术盖儿 脚术盖儿 身上全给插了 我自己给他擦在衣服 走呀 他干干净净走 真是司马懿扶住啊 甘拜下风啊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 个子跑 但是咱大爷玩的就是 不抛不弃 至死不渝 自己辛苦了 多年存的几十万块 为了给前妻治病 那可真的是 倾尽所有的努力了啊 这七十多万 全部砸锅卖铁 要咱说要是大爷想 都能换几个年轻旺美的了 年轻时候 就打工 清洁工 当个保姆 那时候多大年纪啊 四十多岁 也没找别的 也不识字 文化 也没那么文化 就清洁工 保姆 干别的也不行 那就实行实行我干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灯场 这大妈一灯还亮相 说起自己的工作经历 两个人的差距一下 就体现出来了啊 咱的意思也不是 就是说女不如男 只是人各有命富贵在天 大妈的性格 就是踏实本分 不是在干活的地方 就是在干活的路上 先前的土豪大呀 现在不还在农村里 你住着漏雨的网吗 哪个老头要找到你 还有福 性格好 没有那些急躁 没那些脾气 我就是条件不好 没老宝 人长相一般人 主要是个儿 最低的一米七多吧 个儿也不行 没啥要求 说起自个的择偶要求 大妈是知乎自个 没医保没老宝 收入和保障啥的 全靠人家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 大妈知道自己条件不怎么样 直呼不要求对方的演员 只要是身高过得去 是个过日子的人 那就没有别的啥要求了 大哥 放个拖鞋 放个拖鞋子 别打不解释我们呢 说点啥呀 大姐呢 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性格腼腆的人 我给你介绍一下哈 那个大哥叫 王强 我叫李香莲 李香莲呢 不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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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都行 长得挺好 身高也够 气着啥 她的眼睛一看就知道了 稳重 挺稳重的眼儿 喝眼眼儿 眼儿反还行 长得还行 身高也行 我用这个糊子都不行 接受不了 臭不一脸 那你说她刮了呗 那你能接受吗 能不能接受 你得问她呀 一会就问她 你说你把糊子能不能接受刮了 那个 我不能说 不好意思 这都得说了 你要不光糊涂我接受不了 同样手法 真是狐龟半走毒 憋不住笑了啊 两人一见面是其恶融融 大爷的头是直呼相中了 瞄了大妈一眼 就直呼人家全身上下都看上了 身高够演员好气之家 就是跟这个心中幻想的另一半完美提合 不过大妈这头就有点好笑了啊 直呼大爷的胡子太出额 这是害怕以后嘴对嘴了扎脸啊 这坏事背锅的全让红娘干 还真是让人撕掉大牙了 刚才大姐 这都挺满意的 就是一点都太满意 胡子怎么能够啊 就假如就成了词 那就留她干啥啊 你就再写好的话 人家不同意的 你就赶紧就发 小蜜羊赶紧发的 个蜜羊 啥是小蜜羊啊 听话呗 头口在这呢 我拿了我带来了 这相亲带的挺全的 口口本身份证 啥都有离包卡 还都拿来了 我都是在啊 是为了相亲特意带来给大姐头口吗 对那你不得教人实底吗 这是我的退学证 你看我在这 你还不好意思呢 你看这不是我吗 哪会退学 我长城战子 这是我的服务本 第二篇都没有了 就自己 第二篇都没有了 那不用烦了 挺实味 把那东西都拿了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大爷这次皮袍挂帅 再次登台 可见也是诸和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不把握纸杖 拉链一开 里面红了路的各种证件 可真是让人没预料到啊 大妈也看到也是直呼靠谱 这一上来就交心交沸 任谁心里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干牢靠啊 你这开多钱 我没有老宝 没有老宝 没有老宝 一宝有没有 啥宝都没有 有一宝 一宝那是有 新农河是有 我们看病那你医保卡 我们报销90%是一宝 它农河 对啊 30% 不是 新农河现在不是30% 就50%那是啥呀 工资没有 将来以后 连以后的保障都没有 就说我俩的话 3000块钱 男人去学孩子 这个浪漫街道的事 你不怕呀 工年来的你不拿来吃饭 你去拿银子 太套钱了 对不对吧 咱说着呢 你哪管开2000块钱呢 你就花不了你这个存上 你假说以后 你有重大疾病的时候 你拿出来一笔钱呢 真是和尚经了孤子 属实不妙啊 钱套大意还对人家一见钟情 直呼能够伺候大妈到老 现在疫情说人家条件不好 马上就不乐意了啊 不过咱也能够理解 毕竟自个的工资足够两人吃喝 但是这日后要是出了点大事小事 那可就不好搞了 还真是精明的不得了 他刚才跟我说 他有一点顾虑 大哥说那意思 我这个工资 我俩俩人 一个月3000块钱反正也够花 但是大哥说了 那我要找老爸 你说我不得对人家负责上吗 那你说万一人有个病 有个渣啥的 他没有公司 我的钱要是这个都用在生活上 他说那咋给人看病啊 大姐你那个医保能报50% 那剩下50%就得自己掏 那你不掏啥的呢 你不掏 现在看病入医院 没个问题 我告诉你 你不用顾虑 年纪还有功能量 不用顾虑 这个事吧 这个不用 你不用顾虑 只要你们俩要走到一起 你俩要是好 生活费 你钱都花在生活费上了 你没有钱 一公斤不可能鼻子 你再拿钱给他妈 我也是这么跟大哥说的 有老伴 老伴你就得主持到底 你都得管到底 我能娶你 我就能养我去 你有多大能 那一定使多大劲 就是至于说那个不够的 自己孩子孝顺自己爹妈 那不是应该的吗 不是那回事 我这人就是要脸 永远打死我 不能给他可怜 作为朋友吧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尽管人的相众 演员在喜欢 但是条件不好 腰抱不足 想要真正促成一对婚事 那也是没那么简单的啊 尽管气友团 在一旁说好话圆场了 生成对方的女儿 可以帮忙负担 但是大爷却不乐意了 直呼四个出门 在外要脸变 咱也是明白了 合着就是要脸变 不要老婆 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